文昌講古經 主持 文昌 最高古經 11 月 16 日 1 至 4 都是我們節目的今天 星期四 今個星期的最後一次節目 先跟大家講講這個集拜會 因為這個是對於中港市場 甚至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都有比較大的關係 今早凌晨2時45分 在三藩市當地 廢羅麗莊園舉行 原本外界預計可能會有四小時的深入對話 當中除了會議 交換意見之外 亦有工作午餐和莊園散步 但是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整個會面大概兩個半小時 即使美國總統拜登在Twitter 即現在改了名為X 那道法文聲稱拿到一些真實切實的進展 但是如果出道來講 我們看上去 似乎成果就真的有限了 當然 我們之前跟大家預告過 今次主要是涉及兩個大家都相同意的一個決定 一就是恢復兩國的軍事接觸 另外就是禁止分泰尼的廣泛傳播 這兩樣其實都是主要是美國方面的議題 華爾街日報都說 其實這兩個協議 只是恢復北京之前都同意了的合作 因為間接氣球事件之後 這些合作是正式終止的 當然分泰尼方面 之前就是因為特朗普時期的一個要求 但是當時因為中美貿易協議 凡此種種有很多細節 它就不是一個很亮眼 很搶眼的一個條款來的 現在正式重啟花 但是你想一下 之前都不入大家發眼的 現在就再拿出來講 似乎看到成果確實是非常之有限的 拜登之後就召開記者會 跟中國方面有直接公開明確的溝通 所以會談是有進展的 有建設性的 還有有成效的 又補充 誤判會對任何大國都帶來麻煩 拜登強調了台灣海峽的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亦都重申 美國是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 明確表示 希望中國不要干涉台灣選舉 這一個在《加日報》 其實之前爆料提及 王毅曾經要求美國方面表態 反對台獨 但美國就沒有答應 沒有採取她的 美國的一貫立場就是不支持台獨 所以這個中國目前來說 也是這次訪美之行的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議程 拜登也都有在這一方面特別強調 但是現在他的說法就是 它重申了 它就任總統以來所講的話 也都是重申了最近每一任總統所講的話 就是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其實對於中國來說 很難說是一個什麼成果 但是中方方面就會有自己的聲明 新聞稿就會解讀的了 我們都相信這一方面都會擺在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議題 另外拜登說 也都向中國提出了 被拘留的美國公民人權和南海脅迫活動這些關切 並且提供了一份被拘留的美國公民名單 希望習近平總書記會留意的 同時也提出了中國在新疆 西藏和香港方面 提供了一些關於人權問題的擔憂 強調維護在南海和東海的和平和穩定 以至朝鮮半島的完全無合法 所以你看到的 這些美方一直的態度 關於美國針對中國的一些人權問題的憂慮 其實也是在這次集拜會提出的 其實沒有任何緩和 溫和的一個態度表露出來的 這個會談裡面 拜登也都強調 開通了總統熱線 恢復軍方之間的直接接觸 以及重啟中國的禁讀合作 壓制分泰尼的生產 另外中國方面 希望有一個人工智能方面的對話 所以現在 雙方都會召集專家討論人工智能的風險 這是一個大維 純粹配合中方的熱切希望 因為中國方面 希望通過更廣泛的人工智能對話 令到西方 去壓制中國的科技方面 可以比較緩和一點 所以其實有一個很清楚的Hidden Agenda 有一個日程在這裏 但是美方 現在看來也沒有中計的 美國官員方面 也有提及整個集拜會 有其他的討論 包括未來都會開放 對於大家互訪 也都討論了中國需要在軍事相關核問題上 更加透明的 拜登也跟習近平說 美方是不會提供可以在軍事上用來對付美國的技術 即是說 如果可以被軍事應用的 他們仍然會是繼續壓制的 拜登也都希望中國對於伊朗私家影響 避免在中東方面有什麼挑釁的情況出現 同時也都有向習近平表明對於烏克蘭戰爭問題的關切 美方的說法就是說 習近平在會上有跟拜登說 現在美國方面對於中共的負面看法是不公平的 而習近平對於美國當地有關中國的討論有深刻的形式 也都向拜登明確表示要穩定中美關係的 而習總書記也都在整個集拜會的開場發言那裡都強調 五十多年來中美關係不是一帆風順的 但在曲折裏面向前發展的 又說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同時也都指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 美方應該是將不支持台獨的表態表現在具體行為上面 包括要停止武裝台灣 也都認為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單邊的制裁 是嚴重損害中方的正當利益 所以希望嚴肅、美方方面嚴肅對待中方的關切和採取行動 你看到其實中方對於美國都不想有什麼要求 也都知道美國完全是不會去娛樂中國的 所以現在只是在台灣和出口管制上面表達一個不滿 但是中國國內方面就有一個輿論的轉向 之前內地方面其實有很多針對美國的宣傳 譬如央視也曾經在幾天前就夜餘 美國有所謂八個第一 包括全球第一抗疫失敗國 全球第一政治粒窩國 全球第一疫情擴散國 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國 全球第一貨幣濫發國 全球第一疫情動盪國 全球第一虛假信息國 全球第一索源恐怖主義國 嘩 你看一看裡面都有一些意思其實都是很接近的 但是它就將它拆解釋譬如政治的撕裂 疫情動盪諸如此類 其實具體有什麼分別呢 但是不要管了 內地方面就是這樣 美國有全球八個第一當之無愧 但是現在被發現這些在微博上面的反美宣傳都已經被蒙蔽了 所以近期我們都跟大家講過了 中方方面其實已經顯示出充分的誠意 所以其實它都期望美國方面應該給一下面 誰知道在記者會結束的時候有記者問拜登 再問一次你認不認為習近平是獨裁者呢 拜登是再一次確認的 他說是呀 習近平是獨裁者因為他統治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又強調中國政府和我們的政府是完全不同的 這一次是第三次了 即是自從今年年中拜登講過習近平是獨裁者之後 在第二次 即是再一次呢 是基於中方有很強烈的反應 那有人再問拜登 拜登當時也是再一次確認的 那現在呢 這一次 習近平呢 還在三藩市 那拜登呢 又再一次 將習近平的獨裁者這句說話搬出來 那當然啦 我們之前跟大家都講過 其實呢 就是中國方面的憤怒呢 未必是單單針對這個名銜的 而是可能呢 是基於拜登當時在這個選舉的活動上面呢 還是遺餘呢 就是習近平的兩件事呢 一呢就是關於那個經濟情況 二呢就是關於那個間諜氣球 知不知情的情況 就是這個美方所講的間諜氣球 那所以呢 不知 因為呢 現在看下去呢 整個亞太區的股市又軟回 跌回去 那不知呢 會不會跟這個記者會上面 這一番 即是 又強調呢 習近平的獨裁者的說話言論呢 有關 因為上一次呢 中方聽完之後呢 紮紮跳的 亦都令到中美的關係呢 就陷入了一個呢 停滯期 當然呢 之後呢 在中方自己自行 想通了之後呢 都是解封的 但是 美方都付出了一定的努力 那現在 又一次了 拜登呢 又再一次 人家仍在這個 美國的時候 講這些說話 那 不知中方反應怎樣 暫時未知道 但是 這個呢 可能會成為 即是中美關係 這次你的集敗會講到什麼 成果封石 會不會因為這句說話 又會呢 就是 令到成果有一些 反覆呢 另外路透社都引述 美國高級官員的講法 就說呢 其實會面呢 有一些真實質性的交流 包括呢 習近平和拜登講 中國未來幾年都沒有對台灣 有採取軍事行動的計劃 也都和拜登講 中國呢 其實都是編好台灣的和平統一的 那 那 當然 之後呢 都有談到 可能使用武力的條件 那 所以啊 其實呢 這次會面裡面 習近平都和拜登希望 和美國傳遞 就是呢 其實中國呢 都是編好和平的 雖然說呢 就是 兇狠 還有呢 都有一些軍演 講到呢 好像呢 戰在原上這樣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們未來幾年都沒有計劃的 啊 也都呢 希望和平統一的 那 所以啊 即使呢 拜登方面就聲稱 今次這個集拜會是怎樣 有史以來最封石的一次會面呢 但是 大家看到了 其實呢 實際上 實質的不多 非常有限 只不過呢 令到整個中美關係呢 叫做止跌回穩 但是呢 就是拜登這一句 啊 即是 快人快語的 習近平的獨裁者呢 又有帶來一些陰霾 那這個呢 我們都要繼續注視 那另外呢 習近平總書記呢 也都有一個晚宴 啊 就和呢 美國的商界代表呢 包括蘋果的 Tim Cook 啊 Black Rock的 Larry Fink 以至呢 是Visa的這個 那個行政總裁 Ryan McNary 這些呢 都是去吃飯見面的 啊 那麼相當多人啊 都在名單上面 那麼 那麼也都包括呢 高通的 Cristiano Amon 和呢 博通的Hock Tank 諸如此類的科技行業的代表 那麼 那麼又有全橋水的 這個呢 是Vadario呢 也都在會面裡面的啊 那麼 這個會面呢 就是原本呢 習近平總書記 希望呢 安排在見拜登之前的 但是美國不同意啦 所以改為晚宴的啊 那麼 那個細節呢 都是保密的 那麼 但是呢 威斯康辛州眾議員 Mike Gatlinger 之前就聲稱 就是收到消息 如果呢 要在晚宴上面 和習近平同桌吃飯的話呢 就要額外給多4萬元美金的 那就是說 咦 和習總書記同桌吃飯呢 就要另外科水 那麼有些奇怪的 因為理論上呢 習近平如果是去見這些高層的話 那麼當然就要看重要性的嘛 你在中國投資大的 是大企業的 那麼當然就優先處理啦 那麼你說原來給錢就行的 那麼這個呢 都可以說是顛覆了我的想像啊 那麼無論怎樣都好 那麼今次呢 那這次呢 中美成果呢 這個 訪美之行呢 我就認為 真是不是太有這個 外界想像的那個 那個 效益在那裡的 在現在這樣的地緣風險之下 那有就一定好過沒有的 那麼我們文春港古經呢 都會繼續和大家關注 整個中美關係的發展的 文春港古經 主持 文春 主持 文春 主持 文春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 天啊 有事 助理 過了